比分是1比0往下领先 王林湘还是发了一个后场的高远球 然后掉到往前 李林蔚用平挡 接着掉一个往前 然后把球拉到后场 比赛一开始两个队员打得都比较谨慎 李林蔚是通过落点的变化 突然打一个前场 然后再掉一个后场来控制对手 这样王林湘在回球的时候 球出界了 这样换发球 现在准备发球的 这就是中国运动员李林蔚 李林蔚也是发了一个后场球 发球以后 然后通过头顶来掉往前球 好球刚才是王林湘 头顶的一个点杀 这个球落在了场地 换发球 我们给观众们介绍了 王林湘他今年只有18岁 这个队员在场上比赛打球比较泼辣 会有一股出生牛肚不怕虎的镜头 所以今天比赛一开始 我们看王林湘打得也比较好 现在第一季的比赛里面 王林湘是以1比0领先 现在准备发球的 这是李林蔚 李林蔚发了一个后场球 李林蔚发球以后 王林湘先是一个头顶的点杀 然后掉往前球 现在双方还是在对拉 王林湘放了一个往前球 李林蔚回球 然后头顶一个点杀 利用反派再把球捞回去 双方再往前再掉球 通过这几个球的回合来看呢 观众们可以看到 两个队员的步法都比较灵活 好球 李林蔚一个点杀 王林湘在回球的时候球出界了 李林蔚他毕竟场上比赛经济比较高 这个球双方相持了有十几个回合 最后是李林蔚利用一个点杀 把迪克打中了 李林蔚掉往前球 王林湘也是跟着回往前球 这个球王林湘打得比较好 刚才是李林蔚掉了一个往前球 王林湘看到李林蔚离王比较远 紧跟着也回了一个往前球 这个李林蔚在回去的时候 没有能够接触这个球 王林湘头顶劈杀 然后掉往前 接着又是轻掉往前 李林蔚上步不及 结果对头没有接触 在比赛一开始 一队离下选手王林湘 打得确实是比较好 一会是利用后场的拉球 一会又突然的改变球路 轻掉往前 李林蔚头顶点杀 然后把球挑到后场 王林湘也是把球拉到后场 结果李林蔚在拉高眼球的时候 这个球是出界了 现在第一季的比赛 场上的比分是三比 印度尼加的王林湘领先 李林蔚刚才是在杀球的时候 球又下网了 现在比分变成了四比 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请您欣赏的 这是1989年 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女子单打决赛的情况 您现在看到的 这是双方第一季的比赛 是由中国的李林蔚 对印度尼加选手王林湘 在第一季比赛里面 现在王林湘是以四比一领先 王林湘刚才是在 回球的时候这个球出界了 这样换发球 由李林蔚发球 在第一季比赛一开始 我们看到 李林蔚显得有些拘谨 而王林湘打得比较活跃 刚才就是王林湘 在接发球的时候 掉了一个往停球 李林蔚没有能够接 没有能够接住这个球 现在换发球 由王林湘发球 李林蔚连续两个点杀 然后把球掉到后场 我们看王林湘打得比较主动 连续了两个头顶的点杀 然后掉一个高远球 双方现在是对拉 李林蔚突然的点杀 好好球 我们看王林湘刚才就在 对拉当中忽然的改变角落 打了李林蔚的 反手的一个空档 刚才这个球是掉往前 李林蔚用反拍 回球的时候球没有过往 现在场上比分 变成了五比一 印度尼西亚选手 王林湘领先 李林蔚头顶劈杀 然后掉一个高远球 这个球又出界了 现在准备发球的 这就是印度尼西亚选手王林湘 王林湘还是发后场的高远球 然后突然脱顶点杀 接着放往前 李林蔚把这挑到后场 然后王林湘是 准备拉球的时候 拉后场高远球球出界了 观众们现在看到 准备发球的 这就是中国选手李林蔚 在第一集比赛里面 李林蔚现在是 1比6落后 现在准备发球的 这是王林湘 我们看在比赛中 王林湘他经常是 发后场的高远球 然后掉一个往前 李林蔚也是回一个往前 刚才是双方在斗往前球的时候 王林湘回球没有过 现在场上比分 仍然是1比6 李林蔚落后 李林蔚也是发了一个后场球 然后突然放一个往前 接着反派在准备 斗回捞的时候 这球没有过啊 放他球 现在场上比分 仍然是6比1 王林湘领先 李林蔚接发球点杀 然后反派 推到后场 接着掉往前球 双方在斗往前 结果李林蔚在用 反派在回忆的时候 球碰到往上 没有过 在第一集比赛里面 现在王林湘是以7比1领先 李林蔚点杀 连续两个点杀 然后变线点杀 结果这个球打中了 刚才李林蔚这个球打得比较好 揭发球抢弓 连续三个头顶的批杀 结果把这个球打中了 现在换发球 比分是2比6 李林蔚落后 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请您欣赏的 这是1989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女子单打决赛比赛的情况 是由中国的李林蔚 对印度尼西亚选手王林湘 现在这个发球的就是李林蔚 刚才是王林湘用反拍回球的时候 这个球出界了 现在李林蔚又得了一分 比分变成了3比7 大家看王林湘在揭发球的时候 也是相当的主动 一个上网 扑球 把这个球打死了 现在换发球 是王林湘发球 比分还是7比3 刚才李林蔚在判断上 又出现了失误 结果又白白的丢掉了一分 现在比分变成了3比8 李林蔚落后 李林蔚还是头顶踢杀 然后挑到后场 接着用反拍来打 王林湘也是利用弱点的变化 来控制李林蔚 双方现在是对拉 突然的一个放往前 李林蔚也是跟着放往前 然后头顶劈杀 接着用反拍来把球挑起来 双方这个球也是打了很多的回合 李林蔚抓住机会点杀 然后拉到后场 王林湘在回球的时候 这个球没有过往 现在李林蔚是得到了发球权 比飞还是3比8 准备拉往前的时候 这个球没有过往 换发球 在第一局前半局比赛里面 李林蔚打得有些被动 被对方吊着打 由于在第一局的前半局比赛里面 王林湘他战术应用的比较对头 通过落点的变化 调动前后场调动李林蔚 所以在 现在比分是8比3 王林湘领先 刚才在比赛开局以前 我们已经给观众介绍了 李林蔚这个队员 他今年25岁 是当今世界与他女子单打的 头号中的选手 他多次参加重大的国际比赛 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这个队员最大的特点就是 场上头脑比较冷静 比赛经验比较丰富 尤其是善于打逆风球 所以我们看一看 他在这局比赛 后半段的表现 挑到后场李林蔚 然后反拍再回球 王林湘还是通过落点的变化 刚才队口打得比较好 先是打李林蔚的一个正口的后场 然后突然的是掉到往前 李林蔚在准备反拍回球的时候 没有救到队口 现在王林湘又获得了八球权 比分仍然是8比3 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请您欣赏呢 是1989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女子单打决赛比赛的情况 这场比赛是3月19号 在英国伦敦进行的 您现在看到的是 李林蔚同王林湘第一局的比赛 在第一局比赛里面 王林湘是以8比3暂时领先 李林蔚放一个往前球 然后也是变线 记得打一个追星球 王林湘左转不及这个球 没有接到 这样李林蔚得费了发球权 现在是李林蔚发球 比分还是3比8 女子单打一局的比分是11分 也就是说 李林蔚如果要再丢3分的话 这局比赛就丢了 刚才王林湘在回球的时候球出界了 这样李林蔚得了一分 现在比分变成了4比8 王林湘也回球失误 这样李林蔚连续得了两分 现在比分变成了5比8 李林蔚是连续的 翻回了两分 王林湘还是打往前球 李林蔚回到后场 大家看王林湘他落点变化很好 突然是又打了一个全场球 结果这个球是出界了 李林蔚又得了一分 现在比分变成了6比8 在比赛一开始 李林蔚是以3比8落后5分 现在连续追了几个球 比分变成了6比8 李林蔚还是拉高眼球 突然准备变现点杀 结果这个球下网了 换他球 王林湘发球 现在准备发球的 这就是印尼选手王林湘 比分是8比6 王林湘领先两分 李林蔚放了一个往前球 王林湘在准备 回球的时候 球没有过往 换发球 李林蔚不愧是经验比较丰富 逐渐适应了王林湘的打法 现在比分逐渐追了上来 正手的一个劈杀 然后反拍掉往前 接着投顶劈杀 王林湘在准备回球的时候 球没有过往 这局球李林蔚处理得比较好 也是通过落点的变化控制对手 然后突然的发起攻击 刚才是王林湘在回球的时候 这个球没有过往 这样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 现在李林卫士把比分追成了8比8平 刚才我们给观众介绍的就是 王林湘这个运动员 今年只有18岁 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 他曾经是以8比3领先 但是呢 在第一局的后半局 连续被李林蔚追了5分 比分追成了8比8比 由于王林湘年纪不太大 场上比赛经验还不多 所以在领先的情况下呢 显得信息有些不足 逐渐被李林蔚把比分追了上来 刚才是王林湘在发球的时候 球没有过往 换发球李林蔚发球 李林蔚在1984年的 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当中呢 曾经是获得了名字单打的冠军 我们现在给观众介绍的是 1989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名字单打冠军的决赛 是由中国选手李林蔚 对马来西亚的运动员 王林湘 现在是王林湘发球 发球以后 李林蔚掉了一个往前球 然后打后场 王林湘刚才也是放往前 李林蔚点杀 落点比较好 王林湘在准备接这个球的时候 自己是摔走在地上 没有能够接取这个球 换发球 这是双方在第一局比赛里面出现的第一次平局 8比8平 现在李林蔚发球 发了一个进防短球 然后找到后场 我们看 王林湘 他步伐也比较灵活 突然刚才是一个点杀 李林蔚放往前 然后拉后场 接着连续的是 把球打到王林湘的后场 刚才是 李林蔚这个球出界了 这样换发球 双方还是在对拉 突然的一个点杀 李林蔚看到没有机会 也是和对方在对拉 寻找竞争的机会 王林湘放了一个往前球 李林蔚打到后场 然后突然的轻轻的一跳 掉到往前对球 打得很强 王林湘没有反应对球 8平以后 双方多次交换发球前 到现在 两个运动员还都没有得分 李林蔚发球以后 王林湘在准备掉往前球的时候 球没有过往 这样李林蔚得了一分9比8 这是李林蔚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 第一次领先 现在还是李林蔚发球 王林湘准备点杀的时候 球出界了 现在比分变成了10比8 李林蔚领先 李林蔚发一个后场的高远球 然后突然掉一个往前球 接着打到王林湘的后场 王林湘一个点杀 李林蔚回往前 结果球出界了 换发球 现在第一局比赛到了关键的时刻 李林蔚如果再得一分的话 这场比赛的第一局就拿下来了 李林蔚打后场 王林湘准备掉往前球 没有过往 换发球 现在第一局比赛 比分是10比8 李林蔚领先 李林蔚掉一个往前 然后突然一个点杀 王林湘在准备 回复地说 球没有够啊 第二比林蔚 经过完强的分战 终于以11比8 战胜了王林湘 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在第一局比赛里面 一开局王林湘打得比较好 曾经是以8比3 摇摇领先 但是我们看李林蔚打得也是很完强 连续是追了8分 最后是以11比8 胜了第一局 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请您欣赏的 这是1989年 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女子单打决赛比赛的情况 是由中国运动员李林蔚 对运动尼夏选手 王林湘 现在两个队员的第一局比赛 已经结束了 在第一局比赛里面 李林蔚是经过顽强的苦战 以11比8 胜了第一局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接着请您欣赏 李林蔚和王林湘 第二局比赛的情况 第二局比赛 首先是由李林蔚发球 观众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李林蔚 李林蔚发球以后 王林湘一个点杀 然后放往前球 接着用反拍来打 李林蔚是扣杀 然后上网扑球 结果王林湘在回球的时候球 失误了 这样在第二局比赛一开始 李林蔚先得了一分 现在常常比分是1比0 李林蔚发球以后 王林湘一个点杀 然后李林蔚放往前 接着挑到后场 双方现在是斗往前球 李林蔚通过落点的变化 一前一后一左一右 然后也是掉往前 双方斗往前球 李林蔚挑到后场 王林湘跳起准备点杀 从东方以后 落在了场地 刚才王林湘这个球 运气也不错 他跳起来以后 好像是要大力的批杀 结果手腕轻轻地抖 球是滚网而落 李林蔚没能够接起这个球 现在放发球 王林湘发球 突然一个点杀 李林蔚也是放往前 双方仍然是斗往前球 王林湘跳到后场 李林蔚点杀 我们看 比赛一开始 双方还都是力竞独步 在比赛当中 力图通过落点的变化 来控制对手 刚才是王林湘 利用头顶的一个点杀 得了一分 在第二局的比赛里面 双方现在是打成了 一比一平 李林蔚刚才是又得了一分 二比一 李林蔚发球以后 王林湘在 接发球的时候 又出现了失误 这样在第二局的比赛里面 李林蔚现在是以三比一领先 李林蔚放往前 王林湘在回球的时候 打到后场 大家看 双方的步伐都比较灵活 李林蔚是通过落点的变化 把这球打中了 现在第二局比赛里面 李林蔚是以四比一领先 发一个往前球 然后挑到后场 王林湘把球拉起来 李林蔚点杀 王林湘回球没有够 无比 李林蔚发球以后 王林湘还是打到后场 突然的点杀 在这场比赛里面 双方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力争主动 现在是王林湘 夺回了发球权 场上的比分仍然是1比5 李林蔚连续两个轻打 然后放往前 王林湘在准备回球的时候 这个球没有接球 放发球 准备发球的是李林蔚 场上的比分 还是5比1 李林蔚领先 王林湘准备扣杀的时候 球没有够往 6比1 跟第一局比赛相反 在第二局比赛一开始 我们看李林蔚是一路顺风 现在是以6比1 遥遥领先 突然跳起来一个点杀 落点很好 我们看王林湘 没有反应这个球 7比1 现在还是李林蔚发球 李林蔚发球以后 王林湘掉一个往前球 李林蔚也是回往前 王林湘在准备回球的时候 球没有过往 比分现在变成了8比1 大家看 李林蔚还是通过落点的变化 一左一右 这个球打得比较好 头顶大没劈下 把球打死了 朋友们 我们现在请您欣赏的 这是1989年 全英语毛球公开赛 女子单打 决赛比赛的情况 您现在看到的是 双方B2级的比赛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 10比1 李林蔚领先 在第一局比赛里面 李林蔚是以 15比8战胜的对手 李林蔚在准备回球的时候 也出现了15 这样换大球 王林蔚准备放往前球的时候 球没有过往 换大球 现在第二局比赛 比分是10比 李林蔚摇摇领先 准备发球的是李林蔚 李林蔚发一个高远球 王林蔚掉往前 然后头顶PX 接着用反派打到后场 好球 这一球 王林蔚也是看见机会 上网扑杀 把这个球打死了 双方是平抽 然后王林蔚放往前 这个球打得比较聪明 李林蔚是反应不及 准备回球的时候 球没有过往 这样王林蔚得了一分 场上比分是2比10 虽然比分落后的比较多 但是我们看王林蔚打得也是 很蓝强 一分一分地在追 刚才李林蔚15 又得了一分 比分变成了3比10 王林蔚准备扣球的时候 球没有过往 换大球 李林蔚发球以后 王林蔚是准备 找后场 结果这个球 李林蔚判断出现的失误 换大球 王林蔚还是发一个高远球 双方是在对拉 然后王林蔚放了一个往前球 双方在往前准备脱球的时候 李林蔚在回球的时候 球吃起来 我们看李林蔚他自己打了一个不好的球 也是摇摇头 再用手比回一下这个球 应该怎么打 李林蔚点杀 王林蔚回球的时候 球没有过往 现在比分是10比4 李林蔚领先 李林蔚把球打到后场 然后和王林蔚在对拉 双方连接力的是在对拉高远球 两个队员都不肯轻易的进攻 李林蔚还是拉高远球 突然一个电线打往前 王林蔚准备放往前球 李林蔚挑到后场 王林蔚再回球 然后王林蔚在准备放 往前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这样在第二局比赛里面 李林蔚是以11比4 战胜了王林蔚 这样在1989年 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当中 李林蔚是以11比8和11比4 战胜了王林蔚 取得了1989年 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名字单打冠军 竞争大选手王林蔚 王林蔚是获得了第二名 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 王林蔚一开始打得比较主动 曾经以4比2 6比3和8比3领先 但是我们在比赛当中 给观众介绍了 李林蔚是一个经验 很丰富的运动员 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他毫不器敛 一分一分的板 在第一局比赛里面 先是追成了八平 然后又连续得了三分 以11比8 在不利的情况下反败为胜 第二局比赛一开始呢 李林蔚打得比较顺手 而王林蔚在第一局比赛 在领先的情况下丢掉以后呢 显得信心不够足 所以在第二局的比赛里面 李林蔚是轻松的 以11比4战胜了对手 这样李林蔚在1989年 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当中呢 就以2比0战胜了 印度尼亚选手王林香 在1984年 李林蔚曾经获得了 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的 女子单打冠军 这样呢 李林蔚加上1989年 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女子单打冠军 已经连续两次 获得了这个冠军的称号 李林蔚是首组奖杯 但赛场的方式招手示意 我们给观众介绍了 李林蔚是当一 世界羽团女子单打的 头号中的选手 她今年25岁 加入国家队多年以来 她参加男子 多次为国家处得了 一大比赛的冠军出场 对其他第二次 获得了1989年 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女子单打的对关 获得了第二名的王林香 也走上了领奖台 她参加男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